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妈 你应该去学校门口卖饼 生命很好的 大妈说 不行 这个饼不卫生 不能让学生吃 多么有良心的大妈呀 感动的小曹是热泪盈眶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了 别难过了 小曹 想想自己为了祖国的花朵 是消灭了不少不卫生的豪华鸡蛋饼啊 你是不是有一种骄傲的感觉呢 就是就是 这种机会可不是人都有的 就像我这种天生的舞蹈才能 那也不是人都有的 安全意识超级无敌强的小宝宝 当爸爸趁着他睡着的时候 解开了他的安全扣 睡梦中的他瞬间就把安全扣合上了 感受感受着安全意识 爸妈简直不要太放心啊 来看一位睡神王吧 一副多米诺骨盘在他身边 倒完了都吵不醒他 睡得可真香啊 再来一次 一就一动不动 狗蛋 你们也睡得太沉了吧 实验证明发型对于一个人的心情影响是很大的 比如这个小宝宝 发型一变瞬间就开心了 虽然这个发型实在是太 但是自己感觉帅就好了 能完美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未来一定不可限量 下面这位宝宝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情绪转换简直不要太快啊 哭中带笑笑中带哭 边哭边笑是边笑边哭 随时转换你到底是个怎样的心情呢 一个沉迷于妈妈容颜无法自拔的小宝宝 目光完全无法移开 满满的都是爱意 好美呀 连电视里播放的动画片都信不了她的视线 怎么这么好看 动画片都不想看到 我妈妈真美呀 妈妈太好看了 如果说上面那位宝宝是沉迷妈妈的容颜的话 下面这位宝宝呢就是沉迷按摩 这位宝宝不能自拔了 不要停 按摩真是太舒服了 这也爽死了 怎么停了 停我可就要哭了啊 继续 这也差不多 怎么又停了 宝宝我要哭了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个戏超多的小姑娘吧 不少的小朋友都有可爱的小明 我们来看的风哥是个例外 他没有小明 家人总是知乎其名 感觉怪怪的 前阵子呢 风哥陪老妈去探望亲戚家刚刚生下的宝宝 这宝宝呢是个女孩长得非常可爱 因为他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啊 特别的喜欢吃葡萄 所以起名叫做小葡萄 风哥回过头就问他妈了 妈 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听 又有纪念意义的小明呢 妈妈拍了拍风哥的肩膀说 因为妈妈在怀你的时候啊 特别喜欢吃猪头肉 怪不得不起小明呢 困扰了风哥这么多年的问题 终于有了答案了 可是风哥一点也开心不即来啊 好了 又到了看赞朋友圈尔微博里那些转发量较多的趣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主人 我现在肚子饿不挑食 你快随便扔一块给我吃 我的姿势都已经准备好了 养了这条狗之后 我的心脏都不好了 好萌的鸟啊 你能不能抬个头 让我再仔细地看看你啊 算了你还是别抬头了吧 我感觉你抬头变成了无头鸟 看起来乖乖的 你还要我怎样 要怎样都玩呢 兄弟俩在现场看比赛 而他们也在进行比赛 谁头上的亭子先掉下来 就算谁输 比赛还剩一个小时 好激烈呀 这可能是让孩子变乖的唯一方法了吧 来比一比啊 看谁的舌头卷得更加扭曲 我从小就锻炼自己的舌头 所以我是充满心心的 小妹妹 你何必跟牛过不去呢 我家兔子最喜欢下火了 一言不合就躺在地上装死 后来才知道这是在睡觉 就这睡觉姿势 我服 不过我最服的还是我家旺财 睡觉的时候吐舌头也就算了 眼睛都不闭上的 主人 人人都平等了 为什么猫和狗还不能平等 每次就知道折腾我 你哪次也折腾一下猫咪啊 小鸭 在这个家你的地位能和我比吗 少年 我们注意你很久了 你无视全州所有交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我们不能无视你 这辆车我们就扣下了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 再也不敢无视你了 再也不敢了 我喜欢吃虾 而且是肉质特别嫩特别嫩的那种 所以我点了一只五成熟的大虾 借口上了这个玩意 顾客你点的五成熟的虾没毛病啊 一半生一半熟 这不五成熟吗 忘义云音乐 我已经认了你很久了 我喜欢音乐喜欢听得怎么了 你一定要超讽我才开心吗 你才活得很难过呢 什么都不说了 我有卸载才能结我的心头之恨 就是就是 我的主人是个骗子 明明就没给我陪个 骗我说给了 真是个大坏蛋 突然你这个大骗子 我再也不理你了 下面这只阿哈可就厉害了 你不要以为它是一只狗 其实它的真实生物是 没错 每一少狗真是阿哈 才能变身呢 一只朝爱窜门的王 每天就是这样在家里 团了团了团了 根本拧不下了 完全不知道它的老大 你到底都在想些傻 其实你家狗狗的爱好可多了 比如看电视 动画片什么的也是看得超级入迷 倾到深处就躲到角落 独自擦眼泪去了 看见有自己同类出演的片子 那更是超激动的 恨不得自己也进电视里去 体育节目尤其是球类的 那也是挨得疯狂 就差自己上了 动物世界什么的 就超感兴趣 好奇心老强了 还会随时模仿电视里的明星one 不同物种的也能模仿 反正浓浓的都是爱 发现自己最爱的节目开始了 那绝对会以最快的速度跑过来 一秒都不能错过呢 斗鸟我最爱的就是日光玉了 毕竟我这一身健美肉 如果不动晒晒的话 别人怎么会发现呢 这样躺着晒太阳简直是太完美了 完美的太阳 完美的狗生 完美 在网吧看见美女 不要随便上去就大山 因为有恶螺身姿的不只有美女 还有 狗狗 怎么样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开心不开心 哥哥 这是什么东东 跑步机 专门给胖子用的 把喵来试试 什么方法不对 哥哥 根本听不下来啊 老弟 快来救救我 一直犯错被罚站的 汪 讨厌 这点小事就罚站 在这站得好无聊啊 我没错 我这么还凭什么罚站 好好好 谁站呢 一会儿去干点啥好呢 好困呐 睡觉吧 天不早了 睡吧 散了吧散了吧 不行 不管了 反正我也不站了 爱咋咋地 而且下面这只小把豆 就爱运动多了 而且还会不少才艺呢 比如开车 一看就是一位老司机啊 有没有 这技术绝对是狗中一半 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狗车合一了一样 主人发现狗狗犯坏事之后 立马过来兴师问罪 结果还没开始 狗子就赶紧抱住男主人大腿 求主人保护 快点 哥 过来 不要了 男主人 你不要救救我呀 我也是你的狗啊 你可不能不管我 你不能这样啊 你不能这样啊 过来 男主人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我难道不是你 你最爱的宝宝了吧 我才爱不过去呢 嘿 我让你走了吗 男主人你早上说句话呀 过来 过来 男主人呐 我可抱紧你大腿得牙 你可一定要放不出 过来 过来 你快点 我要男主人撑腰 我才不过来 你过来不 谁能保得住你吗 谁能保得住你吗 过来 男主人保不住我 对吧 男主人你说我句话呀 最后来看一只超级有礼貌的彪吧 只要你叫他 他就一定会喵喵地回应你 每次都会哦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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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个面子有没有 这素质绝对是喵中的巅峰了 等着 跟外面那些粗鲁的猫咪完全不是一路人马 等着 等着 简直是猫咪就得一股清流有没有 无论在干什么都一定会回应你的呼喊 哎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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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要睡着了也一定会回答一声 哎呀这样的猫咪哪里找啊 这就是别人家的系列吧 非常幽默的工作人员 三大爱好 多猫 多狗 多小孩 今天呢咱们栏目娜姐闲着无聊 打自己的小侄女儿 多哭了三次 小侄女儿边抹眼泪边说 你给我等着 十年之后我会报仇的 咋的呀 十年之后你能打得过我呢 我不打你 不打你孩子 其实他妈在一旁看不过去了 你跟我嫁都嫁不出去哪来的孩子呀 别的那般这样子呢 加薪了老姐 到底是亲妈 一针见血 知根知底啊 好了 又到了看赞朋友圈和微博里那些 展发量较多的去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朱尼一乐二 集气猫你怎么了 为什么是鸭子嘴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可是猫啊 你又不是鸭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做了微整的小手术吧 朱尼你看看我的胸肌再说一遍 今晚到底是一根骨头还是三根骨头 想清楚了再回答我 这日子没法过了 连狗都知道绣肌肉威胁我了 这真是坑爹呀 降落在哪里不好 偏偏要降落在北极熊的地盘上 祈祷让我活着回去吧 大哥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 一定要说出来哦 我记得我是戴着帽子出门的 怎么走着走着我帽子就不见了 可能是我记性不太好吧 大爷你的帽子已经被鸟看中了 我让幼儿园的小朋友 带鸡蛋来学校一起过节 结果这位小朋友带了一个生鸡蛋 然后他就这么看着别的小朋友吃主鸡蛋 孩子啊你有这样的爸妈也是为难你了 我想我可能是养了一只假猫 因为他不睡觉的时候是只正常猫 睡觉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只不正常的兔子 我的梦像是变成一只兔子 只有在梦里才能实现了 提问说 顿之乌龟给我补补身子 我心想他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好了 看了之后才明白 这是一只有蘑菇味道的乌龟 我还以为谁家的拖把不要了丢在大街上呢 后来才发现是邻居家的狗 这应该是有几百年没洗过澡了 一般主人往我身上淋水都是家里的地需要拖了 我才一分钟没有看着我家狗 我家狗就开始自己找玩具 你也不找点别的玩儿 你有别人奔驰的车标干啥呀 再先问 赔一个奔驰车标得多少钱呢 挺急的 这狗不还养得起吗 这可能是我家狗狗玩过最贵的玩具了 如何跑完全程的马拉松 只要你有毅力 有信念 敢坚持 我相信你到终点的那一刻 就是你喝啤酒庆祝的时刻 大叔 为了这罐啤酒 你都要坚持下去呀 刚刚那一球是你们谁打的呀 不知道我在睡觉吗 既然把我吵醒了 现在我饶不了你们 各几个快跑吧 打球虽然重要 但命更加珍贵 主人你快下来呀 不是我骗你 这里真的很好玩 快下来一起玩吧 我仿佛看到了平时敷面膜的自己 好了各位亲们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守候